我们又来绍兴那个新仓这边买牛肉了 我妈和两个小姐妹 因为最近前辈是在减肥嘛 他每天都要吃很多牛肉 每天至少要吃半斤 与其去菜市场买还不如一次性来这里买多一点 而且都买点牛肉的话 我们也可以在家里吃牛肉火锅嘛 反正我也喜欢吃的 多谢家 今天有点贵 今年这个要卖55块钱一家 今年才去年才45 现在超市嘛 这种菜市场也就60块钱一斤 过了几家今年都贵一点是吧 那还跑这么远来买 我们再换几个摊位问一下啊 今天真的太贵了 这还不如在宁波的菜市场买一下呢 如果这个价格真话 雪花有50块钱 这是雪花 他说是雪花 但我看你不是 他肯定不是我们理解中的雪花 这个可能是一斤鸟 你那个鸡凉还得 你鸡凉了 这个多少加鸡啊 这个鸡凉啊 这个这鸡价格都是为妈的 不是为啊 日本也不会少啊 最低的价格呢 我们的妈就妈多耶 鸡凉肉就是做那个五香烤牛肉很好吃 四十八一斤啊 四十八一斤啊 对 你要多少 少一点 怎么样 这块好不好呢 最好的了 跟阿姨妈说的牛奶 牛奶 牛奶呢 这两个好严 我手冲的牛奶 你干嘛的多下斤啊 五十两 五十两 嗯 走了走了 你吃不吃了 对吧 啊 那老婆 还在那儿都起我去了 你还看不 他看不 他看不我呀 那你还看不我 我我回家 老婆 这家是可以吗 谢谢 谢谢 北京马后吃嘛 那这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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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多价钱 这里先买一点 我们再去菜市场看一下 对比一下价格 菜市场可能会便宜一点 不过菜市场还是贵的话 再回到这边来买 你怎么就在车里了 我困死了 我很困 我们是拿得起这么多 今天9点钟就行了 因为他们要去买肉嘛 我们要早点开始把他们送过来 你买了什么 牛奶买了一点牛奶 那你前辈你放前面吧 我现在去菜场看看 我又去买肉 菜场之前也去买肉的 他装修过了 现在干净了一点 统一的那个招牌了 我们去年好像就在这里买 他菜市场里面没几个卖牛肉 去年是位置是在这个摊的 但是老板好像不是同一个的 哇 这你这块钱 我把你拿个木了 那你我买 这国女特别钱 我等了 干不到我 这我能得到哪 的什么 这看来 咱们给你五百五千五 阿姨你可以给这个好吗 这是 他比好是吧 哎 一分过的一分后吗 我比较的比好 阿妈呢 放着这色的 放着去吧 你 你刚才那家看起来好一点 你刚才那家看起来 鲜亮一点 像更新鲜一点 七块五一斤这个白铃 可不可以 要买一点 要买一点 那到个四楼可以买 我吃鸭锅 很快点 哎 那可以 你这家个七块四楼 给大铃 够了呀 我现在已经成功了 你这呀 这么好 好 太长那边的肉不好啊 现在又回到了这边 这边贵一点贵个七八块钱一斤 但是这边的肉 这个肥镖上面看起来就黄一点 这个是这个是可以啊 我可以啊 牛肉很麻烦呢 牛肉 这个是牛奶呢 嗯 牛肉 牛肉 我刚刚吃了 吃了 今天我这口味上的牙好 白铃 嗯 我不喜欢吃白铃 我要差不多的 一样 嗯 这有什么好吃的生的有什么好吃的 嗯 他们里面在烤 空气炸锅烤羊的呢 空气炸锅烤的 我扩羊的他早 拜拜 我扩羊的他早 空气炸锅烤点 空气炸锅烤的呢 空气炸锅可以烤这个的 前面你吃一个 感觉空气炸锅这样烤还挺好的 刚刚来的时候不创造 这个空气炸锅烤土豆 确实还挺好吃的 我下回再试试 就跟烤番薯一样 牛腱子给他买一点呢 给前辈买一点 这是多少 这个新鲜吗 是新鲜 这是多少 给他做什么新鲜 新鲜啊 哪个带来呢 那这多少 大约有新鲜 哪哪 这十 怎么买的呢 我拿给他 这是新鲜吗 新鲜 这个新鲜 共产品 都快看了 嗯 我看你啊 看你啊 这是新鲜的 看你啊 这是新鲜的 新鲜 不新鮮的 你这里多少钱一家 哎呀 口洋那么累吗 哈哈哈哈 你管他你哪里去买的 排骨的东西小的米 得不拿出去买的 摘成他这把这米 不要了 人家全部都给你管了 下次不能买的 下次我们每个月要的买的 有东西不一样的 我去小黄的都买给你三十百 三十百 你给我一块 这个呀 不是这个呀 我不不能买的 你买不买 后来我帮他去 帮他去帮他 帮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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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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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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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妈又换了一几个摊位买 买不活了 我真的服了 我和前面两个人在车里休息一下 他们还在那边买 估计他们三个人买个四五十斤 四五十斤 五十块钱一斤 算它平均 五十块都不止 五十二 五十三 估计要买个将近三千块钱了 我先人车开过去 我妈说 带我带他们去正常的快餐店先吃个午饭 也不能吃太久 因为他那个牛肉放在车里要凑掉的 就找一个快餐店就好了 这两年真的是牛肉价格涨了好多 一年比一年贵 一年比一年贵 你看今年比去年又贵了差不多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为什么呢 谁知道呢 反正就贵 内门那边也是贵 你看牛肉干的成本已经涨多少了都 我都不敢卖了已经 味道 好了 终于买好了 放后备箱吧 后备箱 后备箱可以放 后备箱 买载而归等他们来算 好 我们回家吧 我困难 我回家先睡一小时 我们一家大概买了有二十多斤吧 然后我妈那边拿出一件 我们这里剩下一件 我们这里应该剩下了有十四八斤 我现在把它给切开了 分装好 让吃的时候方便一点 去年是这样的 去年我们第一次买了大概十五斤 然后一个月就吃没了 不过吃牛肉好 是牛肉健康 再给你写一下牛奶 不然下次不好分辨 尤其冻硬的情况下 都不知道哪包是什么 这的话是三根牛排骨 这牛排骨是我们买的是 三十八一斤还是三十六 三十六 后来极限拉扯到三十六 它上面的肉还挺多的 有一些 对 这个炖萝卜特别好吃 红烧也很好吃 这个给我妈来做 我不会弄 你看我刚刚拿过牛肉的手 应该是香的吧 饼干 饼干不吃生的 这个牛肉的烹饭的时候 奶香 奶香味有 这牛肉应该还可以的 你看上面的那个黄油 黄黄的一层标 这里有一整块的牛链子 晚上就是卤掉 然后切好 然后给前辈前辈的时候吃 怎么样 这里有一些牛肩肉 然后我们是提前放出来的 晚上煮牛肉汤盒 银银之肉的话明天才能吃的 其实要冻一夜的 这些牛肉就是打包好 放冷冻 接下来就是半个月的口粮 半个月的肉食 这个也把它冻起来 好吗 储备粮这个是 就会全部吃到 这个肉食律的 这个叫了 开支 我们家里 其实看会有什么 ливо 膽的